那么第一节呢控制器 我们呢就到这个地方 控制器里面呢就三大点 如何创建控制器 路由怎么用 怎么去接收用户输入 紧接着呢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环节 db类操作数据库 这个呢也是重点 那么按照MVC架构 对数据的操作应该放到模型里面 但是呢模型这个东西啊 大家在学MVC之前 好像没有模型这个概念吧 那会我们要操作数据表 是不是只能用MySQLi这种方式进行操作呀 然后呢MySQLi每一次都要写 每一次都要写 后来老师应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一个数据库操作类是吧 这个类呢可能起的名字叫 MySQL.club.pap 也可能起它名字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对吧行 那么这一块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不想用db 他不想用这个模型 那么你可以使用呢 LARO框架提供的db类 进行数据库的操作 这个db类就跟之前 老师给的大家那个db类差不多 而对于一些极其复杂的circle 用模型呢也很难完成 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开发者自己去写circle 而用db类去执行原生circle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拨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语法 dbtype dbtype 这又是个静态调用吧 dbtype 然后呢里面指定一个表的名称 这个就表示用来获取这个表的一个对象 表示用来获取这个表的对象 然后后面你该进行真正改查 就进行真正改查就可以了 这是前面的基本的描述 那么接下来来开始进行步骤操作 那么由于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要用这个东西操作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我们现在有吗 没有 是吧 所以呢第一件事先创建数据库 创建数据表 以及我们 拿入框架与数据库的一个连接配置 那么数据库创建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收口语句的 是吧 还有这个图形化界面的 中央建面分为PIP妈妈的面 还有Networked 还有其他的 那么现在这么多方式 大家喜欢用哪一种 色口 色口你能写得出来吗 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你还那么厉害 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你还要用色口 咋啦 跟你们用的不一样是吧 你们的是绿色的还是金色的 不是这个 这个图标 彩色的是12的 那你们更加高级一点 这个颜色呢 是在建立连接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选 不是建立连接 是这个右键 这个地方有个颜色 有颜色 有颜色 就是当你有多个连接的时候 如果全是白的 你可能容易分不清 那现在 对吧 你想用搜口 成全你 用搜口 用搜口呗 来来来来 刚才谁说到中国的来 起啊 创建数据库 来 你说 你来说 我来写 说吧 C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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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S 然后呢 数据库名的 数据库名的 好嘞 那名字呢 咱们之前叫PAP13 那这次呢 咱们叫PAP74吧 那个是深圳食餐期的 没了吧 应该是没了 还有什么 还有挺多的 哥哥们 那不对了 那是剑表了 咱库都没有 你还 糟蹋鸡啊 可以了吗 那个是剑表了 那剑库跟剑表 是两码事 你得先剑裤啊 刷新一下 有了吧 有了啊 裤就有了 有了裤你才能去剑表啊 有大家才能有小家呀 是吧 好 这次啊 咱就更新一下啊 用这个 sircle来创建 紧接着来创建 数据表 数据表的sircle呢 给大家写好了 就这么点 看一下 Create a table Member 表是创建一个表 表的名字叫 Member 里面呢 有ID Name Age Email 有4个字段 那么其中 ID是印的类型 Primal K 组件 AutoIncremium的 什么意思 自动增长 然后第二个 Name Vocha32 NoNum 变藏 32 不能为空 Age TinyInt Unsigned NoNum TinyInt 类型 5符号 不能为空 Email 不定藏 32 不能为空 最后 引擎 My Isim 支付机 XSET UTF8 这块请注意 以后你们可能会见到 UTF8-MB4 这样的支付机 用这个也行 用这个也行 这个支付机什么意思呢 这个支付机是 UTF8 正常版的一个升级版 它的范围比UTF8更大 只要能用UTF8的 你肯定能用UTF8-MB4 但能用UTF8-MB4的 不一定能用UTF8 是一个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可能会见到这样支付机 这不算错 是对的 那么这个SURCLE就不去写了 能看明白就行了 我们把SURCLE拿过来 找你 忘了什么 Use PHP74 可以了吧 好 刷新一下 有了啊 有了个表 表的名字叫 Member OK 行 那么 数据库 数据表 我们就都有了 紧接着呢 现在 LARO框架和数据库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下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让LARO框架 能够连接到我们的数据库上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修改LARO框架的环境文件 也就是.env文件 在这个地方 该哪一段呢 第二段 连接类型 这个不用改吧 数据地址 不用改 好 那我有一个问题 此处我不填127.0.0.1 我填logohost的行不行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此处 如果我不填127 也不填logohost 我填192.168.170.45 行不行 192.168.170.45 行不行 不行 是否OK 行 理由是什么 不行 理由又是什么 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问 现在我这么填 行不行 行不行 默认情况下是不行的 不行 原因倒不是说 因为你的网卡是本地的 也不是因为你能评得通 评肯定是评得通的 但是 不行 平肯定没问题 能通 但是 不能写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这个呢 取决于 MySoca的数据库的权限问题 那么MySoca呢 默认是不允许远程连接的 所谓远程连接 意思指 只要你填的 不是Logo Host 不是127 它都是远程连接 都是远程连接 即便这个IP是你自己的IP 也不行 那么这个我们在哪看呢 你可以打开 MySoca库 你的MySoca库 MySoca库 MySoca库里面有一个表 叫User表 那么User表里面呢 有一个字段 叫Host的字段 如果没有百分号 如果没有百分号 那么你只能填Logo Host和127 就只能填Logo Host和127 而百分号什么意思 百分号就相当于那个通配符 表示你可以在任意地方进行登录 所以如果没有百分号 这个百分号是我后加的 默认情况下是没有百分号的 默认情况下是没有的 不信的话 如果你们没改过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那里面有没有百分号 百分号一也是本机 那个是IPv6形式 那个是IPv6形式 但是IPv6现在没有普及 所以这一块如果没有百分号的 你就只能填这里面 Host的字段指定的值 没指定的 192 168那个的都不能填 填了 他会告诉你 Access Denied的 Access Denied的表示访问拒绝 然后后面用不用密码呢 用了密码 你连不上 这是买SOCO的问题 有百分号的就无所谓了 你随便填什么 只要你能评论通就行 这个问题注意一下 所以并不是说填192 168 170.45是每个人都行的 我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我这地方有百分号 表示允许任意地方 这一块呢 默认不用动就行了 dbpod端口号3306 不用动 然后database name 数据库的名字 用户名 密码 密码 你刺什么密码 就填什么密码 不用问我密码 我的密码是root 我的密码是root OK 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因为我的这个数据库 允许任何连接的 你们千万别连我数据 不改我东西 因为以往就有一个同学 那会儿我在讲TV的时候 他连我数据库 连我数据库呢 我明明把这个纸给改了 结果他在数据库里面 帮我把纸改回去 然后每一次 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后来呢 有个人在下面偷偷的笑 我说笑啥呢 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说不知道 我在找这个问题 他说我把你序库给改了 那么这个配置呢 我们是在env里面去配置的 另外有一点扩展一下 这个配置你除了在env里面配置 其实你还可以去config下面的database.pap里面去进行配置 找一下 在配置文件里面 database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呢 找到mysterisk这一块 这一块 也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注意一下 你看他地方 host的主机 主机呢 这地方有个env函数 然后里面有两个函数 第一个呢叫dbhost 第二个呢是127.0.0.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env函数表示获取env函数 文件里面的配置 或许哪一项呢 dbhos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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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他吗 当你获取不到的时候 获取不到的时候 他就用后面这个作为默认值 所以如果你想改的话 请你可以改这 就直接在这改死了 这样也行 但是呢 不建议 不建议 后面呢 pod database username password都可以在这地方改 但是不建议啊 这一块你就让他读 我们就在这改就行了 这只是一个偶尔了解 了解一下就行 好 那还有一点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bapp artisan serve的方式 由于我们修改了点 因为文件 这需要干嘛 重新启动 当然如果你用vamp 或者用lamp 那就无所谓了 好 这是第二个小点 第三个小点 我们这个呢 标题叫db类操作数据库 那db类我们待会要用 所以先引入db类 好 引入db类 use db 我先写简写的名字 当然他知不知是简写 我还不知道 我要去做验证一下 找一下 db abcddd 有了吧 有了 那么说明 lalu框架已经帮我们 定义好别名了 所以这一块 我们就直接写db就可以了 因为他已经帮我们 定义好了别名 好嘞 定义好了之后 定义好了之后 那么紧接着 后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呢 去做这个 功能的一个测试了 但是测试之前 你要访问到我们 具体的方法的话 首先呢 是不是得先用路由啊 所以在本小节的最后 我们要定义四个路由 四个路由呢 分别是用来实现 db类操作数据库的 增三改查的四个操作 那么路由我们就这么定义了 增呢就叫add 3呢就叫dl 修改呢叫mod 查呢我们就叫select 不是叫表单提交 所以呢都用get路由就可以了 好 那么回到这块来 回到这块来 复制一个 db的增三改查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那么增加呢叫add 然后呢 增加add 3 3 改 modify 减写mode 查 select select 好 然后方法名呢 与之对应就行了 dl dl mod select select 由于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讲到跳转 以及 在图里面使用A标签 用路由 所以后面这个别名呢 暂时我们可以不用 啊 做项目的时候可以用啊 暂时用不到 所以别名呢可以不用起 因为你起了呢 他也用不到他 啊 好嘞 那路由第一好了 那么相当于说我们前期所需要的一些准备工作呢 就全部到位了 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写四个增三改查的一个具体的实现方法了 那么方法具体怎么用 我们呢 下一只课去学习